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HKCE2003年的Paper 2第41條的MC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它就說 let k be a constant 是個常數 然後它就說 if alpha and beta are the roots of the equation 即是x2次減3x加k等於0 好了 頂部它就問你 α²加3β等於多少呢 事不宜遲 我先拿一支紅筆出來再說 其實我也免得麻煩 一開始我就記錄下 x2次呢 這個equation叫做 再減3x 再加k等於0 不如我索性叫它做星星 等一下會增加好% 對嗎 好了 繼續 我把一條Long Quay 寫給大家看 由於它說什麼呢 由於它說 alpha 還有還有一隻beta 就是are the roots of這個星星 是星星的根來的 alpha和beta 所以我們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第一 就是sum of root 就是alpha加beta 會等於什麼呢 就會有公式的 就是-b除 a 那何謂-b除 a 什麼是abc呢 a就是1 在這個case裡 b就是-3 而c就是k 所以-b除 a b就是-3 再除 a a就是1 所以其實就是3 至於alpha和beta 就會是c除 a 何謂c除 a c就是k a就是1 在這個情況 所以其實就會是 k除1 所以換言之就是 k來的 等一下我也會看到 我們還要解決一個問題 看到這裡有個 黃色部分嗎 就是alpha square 怎樣解決這個alpha square呢 我事先將人告訴你 其實 由於 alpha 它有說的 alpha就是這個 equation的root 所以我們可以把 alpha 當是x 整個 倒進去 x的位 就是這個位 還有這個位 可以嗎 這樣倒進去 所以其實 我自己倒進去 就是 alpha的二次 再減3個alpha 就是當x是alpha 再加k 等於0 那你會得出 其實alpha square 會等於什麼 就是 減3alpha 掉過旁邊 變3alpha 加k掉過 變減5k 就會出這個 是不是 ok 好 那我就不如叫這個做 兩顆星 方便自己做事 是不是 好 那我選開它 我不是很足夠的位 所以我在這裡選開它 好 然後我們繼續做 好 好 接著它問你什麼 現在它問你 換言之 它要問你的就是 alpha 二次 再加3個beta 會等於什麼 其實黃色部分 alpha二次 而剛才我不是說了 就是等於這塊東西 看不見 好像很噁心 只要highlight這個 所以其實我們馬上就看了 因為這個黃色部分 對嗎 就會等於什麼 就是 立刻按下去 就是 3alpha 再減K 再加3個beta 那這個就是黃色部分 而事實上 如果你怕別人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你就說 由於 是利用 就敗 兩顆星 可以嗎 這樣就清晰了 接著繼續去 這塊東西 會等於什麼 如果根據公式 不是公式 sorry 這塊就是 3alpha 加3beta 不如我重組它 就3alpha 再加3beta 最後減K 我前後黏著去 調轉寫而已 可以嗎 接著之後 大家都有3 所以抽起那3 共有東西抽起 剩下的東西 剩下的東西 剩下的就是 alpha加beta 當然後面是繼續減K 對 在這裡 希望你看到 我拿著橙色筆 這個 是否叫做 alpha加beta 其實什麼叫做alpha加beta 就是你剛才計算過的這裡 是嗎 即是 等於3 是嗎 深脈活兩根之和 來的 所以我們就加3 在這裡 再減K 最後 夠了 3 當然是9 就夠減K 終極答案當然就是這個 好了 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正確答案當然是C OK 不過我循例說一說 在這部分 我們這條題目 是從來沒有用過alpha beta的 看見到嗎 兩根之跡 product award 但你都寫了出來 因為為什麼拿著手可能要用呢 你到時不通翻刀 在這個位置 是不是拆掉它再寫 加這部分下去 是嗎 所以 通常我們都寫完這兩個 深脈活和葡萄脈活 先的了 兩根之和兩根之色 先的了 不用就 滑枝它 通常都用到 這次不用用這個意思 OK 可以嗎 好了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OK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到這裡了 OK 好了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緣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